我們看力學性質 那鋼的力學性質就只有幾樣 你就看一下 第一個拉伸試驗 拉伸試驗可以做這三個試驗 三個子FYFU生長率 鋼筋就講過了 鋼筋試驗也是做這個拉伸試驗 好 換了試驗機 那拉伸試驗還有一種是怎麼樣 他的原理就是說 我先給他兩個標點 然後拉完以後看這個L0變成LF 其實就是LF-L0 就是生長量跟遠長度的比 就生長量 生長量 生長率嘛 那斷面說率就是怎麼樣 原來的斷面叫做A0 變成A1的時候 的斷面說率就是A0-A1除以A0 也是求出他百分之百 好 這是鋼筋拉伸試驗 對不對 好 那印度試驗就是科痕 用壓痕 有博士弱士維克士還有反彈錘 就利用能量打下去他的高度是多少 一個東西壓他 金屬材料上面嗎標準圓鋼球嗎 好 OK 好 OK 那標準的圓鋼球來講的話 可見 可見只有 只有一個人在聽嗎 好的 不過我自己講得很快樂 自我感覺良好 你看 用一個圓球去壓他 這鋼球16分之1英寸 半號的 半號的鋼球 然後他壓下去的是痕跡多少 或是用一個鑽石原體椎去敲他120度 好這叫弱勢印度試驗球筒 那這個是 沙胚衝擊試驗 在做能量的 衝擊 衝擊 就用一個擺錘 打下來 做一個Nutch 那敲的時候什麼時候把這個敲壞 可以算出他的能量多少 OK 吸收的能量 OK 冷彎試驗就是怎麼樣 冷彎性子常溫下 剛才承受彎曲變形的能力 冷彎 就是原有的厚變在冷彎試驗機上 一定的衝投對準他彎180 不發生裂縫跟波城 這叫裂縫試驗 疲勞呢 疲勞就是反復做一件事情 一下壓一下拉 一下壓一下拉 那多少次以後他就壞掉了 好疲勞 像那個 父母親老師在撈刀裡面一樣 面久了 學生就有疲乏了 好 那疲乏就是什麼 就是強度跟硬力比 循環載重類型跟循環次數不關係 通常用循環拉硬力 大概是0.1到0.58個循環數 大概是2乘十六次方 或4乘十六次方 很多時候 百萬次的 200萬次或400萬次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鋼結構接合的形式 他接頭怎麼接合 他接合大概就是這一不外乎這些 毛丁 羅酸 這是毛丁 毛丁現在已經不做了 這個橋頭堂上的毛丁 毛丁在以前做的時候 這是一邊來講說他要把這個 毛丁本身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圓形 是直的 做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之前做的時候他先打孔 燒熱以後灌過去 這邊有一個機器 壓著他 一直打打打打打把這個後面這個頭 本來只是感覺很大成源頭 熱脹的人說溫度 低下來之後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毛丁收縮 就辦法把那邊鋼板加緊 就用這種方式 但是他因為他非常的費工 而且危險 因為溫度很高啊 你要燒地面 還好地上層怎麼辦 所以毛丁的做法已經慢慢 都 退出我們鋼結構結合方式 但是仍然存在 這個是1900年蓋的橋頭湯場 在橋頭你可以去看 看到很多毛丁的樣子在上面 好強力螺栓現在常用這兩個跟漢接 那螺栓有個好處是強度高 很快 沒有火災造 但是注意那個鎖螺絲的時候鎖螺栓的時候注意鎖的順序 跟全部鎖好跟 沒有鎖多少的時候注意 所以他在工地上在吊樁的時候有很 相當大的一個風險障 那漢接是怎麼樣方便 沒有噪音 鎖螺栓還有聲音 他們比較沒有噪音 好 那 他的經濟啦 缺點呢 他要技術功能 雨天不能施工 我們台灣大陸的雨天下雪也不太能施工 台灣遇到下雪的機會少 好 有導電的危險 有火災的危險 好 做不好運力集中 工資比較貴 所以 各有利弊 這世間做什麼事都有利弊 這 高漲易螺栓 整桶用這樣裝 高漲易螺栓 這個鎖螺栓的進行 有看到嗎 這個頭現場在這邊鎖 那 汗接還有幾種方式 壓汗 這大部分汽車板金在做 用駁板 融汗是什麼 氣汗跟電污汗 這我們銀鏡也比較常用 氧氣與絕銅 燃燒 然後大概在3000度C的時候 切割鋼材為主 另外電污汗就怎麼用汗條 用汗條產生熱 然後變成1500度的高溫 然後形成 冷卻又形成鋼性極高的結合 所以氧氣已絕同 CO2有沒有 好 好那 汗接的話汗條 汗條使用上是低氫系的汗條為主 低氫 避免有一些 汗接不良的情形發生 這是矛釘跟汗接的情形 好這是電汗機 好這是現場簡單的不鏽鋼的點汗機都會用這種電汗 好看到沒有 好那這是也是電汗機 那汗接接合方法有這幾種 遮霧金屬電汙汗接 你們看一下就好這個你正念鋼結構設計會談到在接合上解那一張 SMAW 氣體遮霧汗接 GMAW GASMETAL ARKWELDING 這是他的縮寫前面第一個字縮寫 包藥 包藥汗線電汙汗接 FC AW FLAXCORE ARKWELDING 你看這幾個 東西是 有七種 七種結合的方法 三種 那你看 淺汗汗接 這方形柱的 鄉形柱的時候常用這一個 又叫釣魚汗 SUBMAW SUBMAW SAW 電熱 電熱溶渣汗接 ESW 氣體溫接 EGW 那個G就是GAS 氣體 12個是溶渣 ELECTR ELECTR ELECTR就是電 電 用電熱 電熱 然後 再往下看到 直釘汗 STOP SW 直釘汗通常 汗在梁上面一排的潛力點 好 那你看他的工地現場在汗接 這根是逆打柱 他們接合這外面這是連續壁的那個外牆 那他剛底下結構我想他底下的結構都是屬於RC 那這是這逆打柱 他逆打柱做一個導 那個什麼導 導板 真的漢接 把這個鋼柱 漢上去 看到漢接的情形 實際漢的情形 這平漢 對漢 好 那這個是潛爐漢 像不像釣魚 他叫釣魚漢 這潛漢機 好 這是高潔 鐵軌漢接機 他直接在 你看漢接機在上面就在鐵軌上直接拉過去 那這個是那個電阻合化漢 他在 他在磨的時候接頭漢完以後把它磨光 好 看到 漢接完要檢查他的漢到有沒有正常 我們就用非破壞性檢測 那有磁粉 浸透 炭燒 超音波 放射線 好 那磁粉就是通電以後會在他的裂縫上面呈現排列的情形 浸透是一個螢光劑灑下去以後看到螢光劑用紫外線看 有很多裂縫就會呈現螢光劑 大部分都用超音波 好 S2線是有他的危險 我們看一下 這是目視檢測法 這從書本上塌下來 這個是什麼 磁粉 倒磁粉下去 然後磁粉 接下去之後 磁粉會排列 有裂縫的地方磁粉會多一點 就出現一道一道的磁粉出現 好 那浸透液用噴的 噴完之後上面就出現裂縫的板痕 好 那再來超音波 這個現在工地鋼結構的 的檢查幾乎是用超音波 你待會看到現場工地高超音波的照片 剛好捷運的鋼鬼也是用超音波去做檢查 好 這是超音波檢查 這是放射線 放射線注意了一點就是放射線本身這第一個操作人員要有牌照 第二個他有放射線危害物質 要注意遮品 要注意使用人員的安全 好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